G20各国财政部长及央行总裁齐居一堂 为期两天的高峰会 话题焦点就是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 他在就职典礼上的一句话 让华府长期以来的重要贸易伙伴 尤其是出口大国 德国和中国大陆心惊胆跳 身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元首 川普上任第一天就大动作签署行政命令 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还扬言对在海外设厂的跨国企业 祭出惩罚性关税 并批评中国大陆操纵货币 在贸易上白宫采取保护主义 另一方面却又批评银行规范太多 让经济成长停滞不前 但欧洲在历经金融风暴后 申请这些新规范是维持稳定不可或缺的基石 一旦解除恐怕又会埋下下一场危机的种子 不过第一天会议并没有出现意料中的冲突 第一天会议圆满结束 不过有消息指出 美国代表对于在峰会最后 有与会各国签署的公报中 强调拥护自由贸易 以及提到气候变迁的字眼都有意见 第二天协商恐怕还有一些变数 大约新闻江玉婷编译